影片也會放在最新消息裡面 所以如果你最新消息點下去 假設你要複習前面東西這邊都有 從第一次到第11次上課 裡面都會有這個一個完整的影片連結 那點擊之後的話呢 就會看到一個清單 那上個禮拜我們講了四段影片 那你當然就要複習的話 你可以自己把它打開來看一下就好了 那我建議啦 這其實是還蠻不錯 如果你對於這程式實在是很生疏的話 你要想要真的徹底想要學好的話 那回去就把它看一下就好了 那看起來好像大部分觀看次數也 不好不壞啦 反正就差不多數字因為 總共五十幾個同學二十六次 看起來好像有大概快一半的同學回去有時候會看一下 那還有呢點擊下去之後的話這個影片就會播放了 那不過最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這個影片有一點點不太一樣的地方 請觀看一下右下角的地方 出現有一個什麼字幕 這個字幕會不會出現呢 有沒有 有字幕了 OK 那要怎麼加字幕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學過 有沒有用過YouTube YouTube要上字幕 對 有概念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 應該有看過那個YouTube 只要做YouTube 他們就會抱怨說 每一次光要弄一個影片要剪接至少要好幾個小時 然後上字幕又好幾個小時 所以一個影片看起來你可能十分鐘 但是背後可能人家要花個八九個小時以上的時間 但是能夠賺的廣告費 可能才幾百塊 比 公讀生還廉價 對不對 所以 上字幕 是很麻煩的事情 那你想說 老師你最近是太閒的 因為疫情關係 你被 關在家裡什麼事都沒有辦法做 所以你就要上字幕 其實也不是 因為最近的話 剛好 因為我 除了教VBA 還要教Python 另外一個語言 那個Python 他有一個功能 就是說 他可以自動把影片給他 他會自動幫我去 使用Google的那個 語音辨識功能 然後自動幫我把我的聲音 自動辨識成文字 然後並且呢 告訴我在哪個時間走啦 那我只要怎麼 再把那個字校對好 就可以上字幕了 對我來說啦 我覺得好像已經 比以前 方便太多了 所以我就想說嘗試性看看 試試看 感覺效果好像還不錯 至少是有字幕了 OK 又往前又邁進了一步 影片 你看我每次上課 除了說有錄音錄影之外 還可以上 上字幕 而且都我一個人 自 自編自導自演 還自上字幕 還要自己上傳 什麼都要自己來 OK 這也不為什麼 只是很愉快 反正就是上課啦 分享 然後 有需要的人就自己會看 當然也不是只有你們會看 網路上有太多 我全世界只要能夠連上YouTube的人 他如果需要 他就會看到我的教學 他當然呢 也不敢 只要敢放上去 也不怕人家看 就怕自己 上的課程 不夠精彩 OK 所以剛剛講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倒也蠻值得欣賞 蠻值得分享的 為什麼 因為 可以把層次寫得這麼簡單 就可以做出這個功能 大概目前 只有某位老師可以辦得到 大家就很開心 比如像之前有同學 你們學長說 老師 我的室友在聽 上課 我一聽那個聲音很熟悉 他室友跟他不同科系 不是我們系上的 然後 好像 不知道氣管下來哪個科系 他說他一看 他怎麼在上 吳老師的YouTube影片 課程 他就覺得 他那個 他那個同學 跟他 室友跟他講說 他的那個 學長姐推薦他一定要看 然後他就很開心 他就跟他 這是我們 那個 電腦課老師 他就覺得很開心 OK 他跟我分享 好 那待會的話 好像下課 待會的話我們就把那個其他欄位部分 把它做完 所以剛剛這個地方 如果除了書目查詢之外 我還要查什麼查提名的話 我先把這個講一下 待會再下課 延誤一下 很簡單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書目編號這一段程式貼過來 把這個地方改成 篩選什麼篩選提名好了 那欄位名稱叫提名 這個提名 接下來的話呢 一樣就是 請輸入什麼 Input Box 請輸入那個提名 那有哪些地方要改 第一個 有沒有 Autofield的後面 1本來是找第1欄 可是我現在是在第2欄 所以記得改成2 但是如果你現在打的話 假設你現在查詢的話 假設你輸入女性的話 他意思就是說 你這一個 儲存格裡面 就只有女性兩個字 可是問題來了 我們現在是 女性是在這個中間 是包含 而不是說 只是放在這裡 所以特別注意 那個你就不能這樣寫 如果你程式要寫的話 基本上要這樣子 如果是女性的話 你原來這樣 等於 加一個 因為是個文字 所以前後要雙引號 等於什麼呢 等於裡面就加女性 但是女性 前後 還有東西的話 記得啊 你要篩 那個一個很特殊的 一個叫做萬用字元 一個信號 放在這邊 意思就是說呢 不管開頭是什麼字 只要後面有女性的話 就幫我找到 那還有呢 請你在女性後面 加一個信號 不管呢 這個 怎麼呢 就是 女性的前面或後面 只要有女性的關鍵字的話 就幫我帶出來 OK 所以喔 但是問題來了 我們現在不是要找女性 我們是要找X 所以喔 你必須怎麼樣 把這個X 的變數 怎麼樣 放到這邊來喔 記得規則這樣 雙引號 等於 星號 星號 但是中間女性的話怎麼改呢 特別注意喔 這改的方法 跟 之前我們把變數放在一個字串中間一樣 所以一選取女性 2的話呢 雙引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移到中間 加一個X就好了 這個好像我們前面做了蠻多 只是說之前是用 i嘛 然後把什麼 把這個and空白 分開來 這樣子的話意思說 把 這個變數 放在這個文字中間 那將來如果這個變數改變 他就會自動幫他串在一起 那可以懂這個意思啦 那最後我們來執行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 比如找什麼 找女性 找 不過這邊還有一個問題喔 這邊有中國對不對 如果我現在打中國 這個關鍵字的話 你會發現能不能找得到 我先打打女性喔 因為這個等下 中國等下再 女性會不會出現 確定 女性出來了 對不對 OK 所以特別說關鍵字查詢 是這樣的方法 如果你怕打錯的話 可以 在 在 往那個雲端上可以看 另外的話 如果你要作折的話 其實很簡單嘛 你就把什麼 提名這個複製過來 把這兩個字 改成什麼 改成作者 然後這邊的話也把它改成作者 那還有哪邊要改 這邊改成3 作者就可以查了 如果你要查出版社 一樣嘛 再貼 改第4 第5第6 所以特別重要你只要提名做完了 作者 出版社 類型 細鎖 全部通通可以 照著 修改一下就好 而且以後如果你要查 反正你就記得這個雲端上的程式 拿來做修改就可以了 大概是這樣啦 就是如果我要查的不是 書目編號 是其他欄位的話 那 這個部分 可以用 這樣 關鍵的地方 就在 這邊 那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來把它復原一下 還有個問題 如果今天呢 篩選 提名 假設我輸入什麼 剛剛講的 中國 那你看這邊有 這邊 可是 這是簡體字 這是繁體字 按確定 找不到 找不到 因為 簡體跟繁體 是 會在 以色列裡面 會視為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怎麼辦呢 記得最後還要做一件事情 把簡體 全部 轉換成繁體 那怎麼轉換呢 很簡單 教閱 有沒有看到 不過 如果你的以色 版本太舊的話 好像沒這個功能 可以把 簡體轉成繁體 這個好像 我記得是在 2013以後才有吧 2010以下 好像記得沒這個功能 你們再看看 OK 那可是你要轉換的時候 記得 先把範圍選起來了 A1 Ctrl Shift向右向下 然後呢 再按下什麼 就是 減轉繁 按下 然後他問你說 要不要轉換 無法 復原喔 是不是有繼續 是 那當然你也可以怎麼樣 這邊可以加一個 所謂的繁體版 如果你要簡體版的話 你可以再複製工作表 再把繁轉簡 所以你可以一個繁體版 一個簡體版 有沒有 你看你要怎麼查 就怎麼查 OK 所以請各位 試一下這個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 再來看 還有什麼其他的變化 好 benefic 谢谢大家